問題四部分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我的流程這樣 第1 1月的資料然後把它放在第1季裡面 那第1季裡面基本上 那有幾種做法 第一個做法是我先把第1季給刪掉 刪掉之後呢再來 再來建立一個新的 或者是說呢我不刪掉工作表 我把裡面的資料刪掉 再把它放過來 那我的需求這樣比如第一個 我希望把 A2的儲存格因為已經有欄位名稱然後CtrlSHIP加END 把它Ctrl4一下 複製之後有沒有 然後貼到第1季裡面的A2儲存格把它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呢 再按下 Ctrl向下 Ctrl向下會跳到哪裡跳到最後一筆 然後再按什麼再讓他向下 應該是這樣 等一下先Ctrl一下 應該是 在 第1季這個地方 先 輸入一個1月 貼上 然後再來2月 再貼上 3月再貼上 那也就是說我今天希望 可以把它合併過來 那合併過來的方法當然方法很多 然後 請各位 先試試看 可以先想想看 如果說我今天要把它 資料放過去的話 如果用 錄製聚集的方式當然可以 可是其實你可以 錄製一個就好了 那其他的部分的話 比如說你複製這個部分 然後再切到2月 切到3月 然後 就可以 分別把它放過來 那做法上 我想各位先 大概會幾個 步驟 第一個就是說 自動 增加工作表 名稱為第1季 那也就是說 我們預設 預設值 預設是先把這個第1季給刪掉 第一個先把它刪掉 也就是說 預設是123個月 那我們就是說 當那個 我們這邊 在第1月份這邊 旁邊放個按鈕 按下去之後的話 他會自動幫我新增 一個 工作表 那工作表名稱的話 改成第1季 那改成第1季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我就把 這邊的資料把它複製 就是在切到哪邊呢 切到1月份 然後1月份的話呢 直接在 A2的地方點一下 然後全選的話 你可以Ctrl Shift向右 向下 不過還有一個更快的方法就是 Ctrl Shift加END 這樣會比較快 Ctrl Shift加END的話 就是等同是Ctrl Shift向右向下 也就是一個是什麼 Ctrl Shift向右向下 這樣也是一個範圍 那他是直接END直接到盡頭 這個 也是一個範圍 那等於是 Ship向右向下 錄下來是兩行 可是如果是Ctrl Shift加END 是只有一行 一行 當然不影響 反正就是 最後我們是要幫他選取 那選取之後的話呢 再把他怎麼樣 再把他 複製 複製起來之後的話 貼過來 貼過來這邊 那所以呢 我們今天的假設 假設說我今天要做這個動作的話 基本上 可能你剛開始還不太會很會寫程式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先從錄製聚集裡面 來修改 OK 所以呢 我們要怎麼錄製聚集呢 首先 我們要新增 我們這個工作表先刪掉 也就是說第一步是只留下123 然後我們就先從什麼 先從錄製聚集開始 那錄製一樣 就是說先從這邊 其他命令 你 先把那個 開發人員打勾 那再來的話開發人員部分的話先錄製 那特別注意就說 這個名稱